这个比赛现在到了最后的final table啊 第三天的比赛 这里边泡夫老板有265个MT 他们这个没有第二天的比赛 第二天的比赛出了些问题啊 然后没有第二天啊 其实我也挺遗憾的啊 想把这个比赛整个的咱们精彩的部分都看看 但没有第二天啊 咱们直接来看最精彩的吧 最精彩的final table 不到王总啊 王总怎么被淘汰了 应该是没有王总啊 这里边有刘明忠和曹瑞啊 是咱们中国牌手 好这里边 A9杂色第一手牌啊 A9杂色选择平靠 现在anti和按钮位啊 是三万六万啊 泡夫老板的9Q也入持了 KJ多半是一个check 想瑞斯吗 KJ可能有点想瑞斯啊 这么长时间啊 他这个牌确实也是可以瑞斯 能瑞斯的牌力 有一张黑的格段章啊 我并没有选择这么做 还是check 通常而言这种牌是check的 看翻牌 翻牌是867 这个A9啊 是A可以当5的你知道吧 这个直接击中了56789的天顺 泡夫老板这里边是6789 买上下顺子 KJ和他没有什么关系啊 泡夫老板的筹码也很多 这里边泡夫老板直接下注11万 进行一个半偷鸡 A9这里边 应该还是平靠啊 选择慢打这手天顺 看转牌发什么 哦转牌一张J啊 678910 如果90这样的牌是上顺啊 A9这里边 我怎么感觉A9多少有点鸡蛋 怕别人是90呢 泡夫老板也过牌了 觉得对方有些牌力道 哦结果 合牌发出了一张10 这张10让泡夫老板变成了 八九十勾圈啊 变成了上顺啊 总体而言是个六顺 678910勾圈啊 这个牌发的 买上下顺子 是买这种样式的 上下顺上顺嘛 6789的翻牌 最后发出10勾 变成八九十勾圈啊 还这么买顺子的啊 52万 这第十了 52万下周41万 应该会 啊应该会考 这种牌的 泡夫老板的运气 非常非常的逆天 这种牌最后居然 就是击中了上顺啊 哎呀 这种牌反正是真的非常有意思啊 我们来看这种牌啊 这种牌其实他们已经入持了啊 直接就到这个地方 这里边泡夫老板下注十二万五千 又是一个买牌啊 买十的顺子啊 高圈可以买十的卡顺啊 结果转牌就发了一张十 这英文姐说 听她说 我禁这个词 再一次 这手牌是十Q啊 这个乳麦 击中了十Q两对 这张十还让十Q变成两对 这里边是八九十勾圈K啊 我这是一张成顺 八九十勾圈 下下这个又是六顺 八九十 九十勾圈K啊 没有这张八也是顺子 就是这张八 他也能用上八九十勾圈K 下着三十二万五千 这把这 这把肉麦气了 亮了张K啊 十勾圈K 亮出一张K那意思 我是半投机你啊 应该是有点那意思 不到这张九亮 没亮出来 直接亮出一张K 如果气掉的话 肯定的意思 想告诉你的 对方的意思就是 我在投机你 用一个上下顺子的牌 买上下顺子的 这手牌是Roman在枪口加一位 拿到了KJ同色 刘明忠的A9 没有玩啊 刘老板还是没有玩的 还是挺那什么的 挺紧的 就是A9在枪口加二的位置 是可以弃牌的 靠没有那么好 位置太靠前了 好 大家的牌都一般啊 曹瑞是K10 一个check啊 现在两个人看翻牌 结果翻牌就是K90 盘旋游一手被压制的牌 现在反超啊 K10两对 K10两对啊 27万的底持 27万 瞎住15万啊 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重的 这里边也是可能觉得 曹瑞觉得买牌比较多 下稍微重一点的 更能试探出你的牌力 好 发出一张Q 这张Q 一张成顺 我这就争成90勾圈K 90勾圈K 90勾圈 凯尖 这个KJ 他真的是卡上这个顺子了 转牌 那这样呢 看见这个牌也拆一个 曹瑞最后也没有打 KJ没有主动打一枪 还是最大的顺道 曹瑞这个牌肯定不敢中 还行啊 由于最后没打曹瑞这手牌 也没有输太多 枪口味的罗曼 拿到了A10 A10同色 非常不错的牌 就这枪口加二位 没有玩啊 这个牌在 他位置太靠前了 86同样 其实86倒是小牌 可以玩一玩啊 但是位置还是有些靠前这种位置 86不同色 还是在什么装卫啊 COA这样的位置 玩好 想玩好一些啊 曹瑞这把在COA 玩了Q6同色 装卫JJ 也是Chic 看翻牌 哦 翻牌 这A10现在是击中了 对子买花啊 中对买花是吧 曹瑞是Q6两对 30万的抵持看A10 15万 对这想一不想就扔了 前面常说那个人打得有点弱 他竟然打进决赛桌了 看来确实打得稳一些啊 刚才扔牌那个人 一张7 这张7曹瑞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边A10觉得你真有牌 想控持啊 想白买一张 曹瑞直接看出来了 下注40万 A10应该觉得你这个能跟我 你的牌力会比较强 我再下注也不太能打跑你 想控持 然后这里边曹瑞直接下注40万 这里边A10还是靠啊 核牌是一张K A10这个海浙帅是放弃这个底池了 A10啊 A10只要自己赢不了了 没买中啊 就放弃这个底池了 看动作也能看得出来啊 也没有想偷鸡这么着的了 他觉得曹瑞的牌力也挺强的 泡芙老板在枪口加一位拿到了A8同色 曹瑞拿到了对几 哦KJ啊KJ78应该都会凭考路吃啊 就是一家考一家check 这可逆死啊 我觉得是不是 我前面说的是不是他 不一定是他 我不管怎么着 咱们看看决赛多 分排是J88 888这样 隔了这么长时间念的 连着念不太好啊 泡芙老板 这里边是名三条啊 这里边78也是名三条 但这个7的梯子小 泡芙老板看来要主动打了 主动打啊 33万的底池 又拿一个出来了 又拿俩出来 俩黄的 下注14万 曹瑞直接气了 KJ顶多也直接气啊 KJ跑得很快啊 这就是最差位置的玩家 泡芙老板 这里边78还是靠 这手牌 咱们从开局看啊 这个决赛主啊 这个Roman的 运气啊 是真的不好啊 有一把对曹瑞 就有那么一把啊 那个底池又没 不大啊 运气一直 现在看着真的是不咋地 不过他现在有出路啊 789 是不是卡顺了 789是根了 这里边泡芙老板多少有点怕别人是葫芦啊 88G 那这样的牌啊 还是进行了控制啊 其实88G这样的组合也不见得会那什么 这里边还是进行控制 发出一张Q啊 一张Q 现在是八九十勾圈 一张成顺 后门花 而过 那就是泡芙老板过牌 后边人家也是过牌啊 那这样的打了一个61万的底池啊 这个底池也没有特别大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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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